中将 中将 三宝 就地杖法 全部姑息 请打右边 师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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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封他不是药 你们不能冤枉他 求求你把他放了吧 他怕妖兽在天虚堂 杀我仙门弟子 此事人证确凿 今日只为雁明与司凤真身 其他事情不必赘言 司凤派小银花去天虚堂 是为了我 他要帮我拿到万劫八荒境 帮我恢复六十 所以他跟天虚堂 没有半点关系 有没有勾结 你说了不算 三季打腰边之后 自卸分晓 师兄 玄机 不要胡闹 司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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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吾 三孵 四枫 四枫 说 你是不是妖 我已经 说过很多遍了 这只不过 是你们于是好的答案 我说再多 也没有用 还有两遍 来吧 好 不要 准备 准备 不要 住手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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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打了两遍了 它是妖的话 四方早就现行了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 他会死的 四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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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 你们看 还要打着第三边吗 说好了三边就是三边 还有随便更改的道理 即便它不是妖 至少它还藏着一妖 不把妖交出来 还是该打 既然已经说定了 就不用再犹豫了 副公主 你的意思如何 黎泽公从不偏私 闲淹闲雨到时候麻烦 要打就打吧 说 你是如何与妖勾结的 早些说出来 也免得灰飞烟灭 音乐